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编试的过程中其实就有编试官说我唯一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 我有用事业只是来做一些动画 那其实今天听完之后你可以是去思考说 这些东西可以架在哪里 甚至替自己的作品再多一点特色 今天的直播会比较不太一样 因为今天是额外画面邀请的讲师 跟大神来六角是不太一样的喔 那如果是大神来六角的话 你可以在大神来六角的平台观看到 那你可以在我们官网搜寻一下就可以看到咯 那这边呢 我来讲一下喔 那这边呢 我来讲一下喔 我们在这边呢 我们的佼佼作业都是在RBG系统上面佼佼喔 那你只需要点看任务内容 并且接下任务 这样就可以在你的任务列表上面 去回报你的任务了喔 今天呢 会放在别的地方 但是基本上不用太担心 好 那这边时间呢 还有约两分钟 那这边就稍微再等一下下喔 那我也提供一下今晚的相关链接 就是扣片 应该说老师的扣片 以及今晚的表单链接喔 然后在发问的时候 可以的话帮我改成全体嘉宾 这边与观众喔 这边你询问一下喔 你已经有开始在使用RBG系统 回报作业的 抱一下嘉宜 其实我每天 都花蛮多时间在改作业 因为RBG系统后面就可以看到 哇 每天同学都超认真的 好 刚刚问了什么 我刚才问说 你已经有在RBG系统 RBG系统 城市永整顺上面 交交作业的 抱一下嘉宜 这样子 那如果你是 好 好 好 对 今天是没有塞兜了 因为今天比较不太一样 城市永者 不是永子村 这个 这个字 差的蛮多 对 我们现在所有的作业佼佼 都是在这个平台上面喔 好 那么时间也差不多了喔 我这边就关闭我的功效 然后呢 我这边解除Kate老师的精英 嗨 嗨 大家好 有声音吗 嗨 嗨 嗨 各位同学 有听到老师的声音吗 我现在今天是第一次直播 所以我现在有点紧张 没关系喔 那 我先确定一下各位同学 老师目前的声音是 大概多少的 那一是最小的声 然后十次最大声 好 我变还蛮大声的 不太大 那我是不是要 有点傻 我觉得麦克风可以调声音吗 太大声吗 太大声吗 好 好 那看起来各位其他同学 是还蛮OK的 好 那我这边就有得Kate老师去做介绍咯 那如果有任何问题的 我都在线上咯 好 好的 那 在开始之前我想要先问一下 这边有人使用CSS来做过绘图 或者是做过动画的吗 有的话要帮我加1 有人有画过 那今天的内容就是 因为我今天的内容 它主要是想要 呃 让可能没有做过这件事情的人 也可以有一些基础 可以去完成的这件事 所以会比较简单一点点 那就是如果 你们有更多 其他问题的话 等一下就是 有一些中场的时间 或者QA的时间 你们可以再来问我 你们想要问的问题 Transition 可以哦 因为我今天也会讲到 Transition的部分 基本上如果有做过网页的话 应该都会有碰过 一点点的Transition 或者是一点点的Animation 就是做Loading动画 或者是Haver之类的 就真的非常简单 因为它就是一个 兴趣导向的东西 所以大家不用太紧张 没有那么高的门槛 那我先分享一下我的画面 有看到我的画面吗 我看一下 有 好 那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 这一场CSS绘图与动画课程 那 我不知道有没有学员 有在其他地方看过我 因为我有一些 我有在其他地方 讲过一些 CSS绘图的东西 好上面有开课程 对 和SDG有什么差别 嗯 基本上是不太一样的东西 就是SVG绘图的原理跟CSS 不太一样 我们等一下看一看你就会知道 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就是 嗯 嗯 我是CAT 然后是前当工程师 也是网页设计师 然后也有在一些地方教CSS 所以是CSS课程的讲师 对 那 嗯 很多人在讲到CSS的时候 第一个会想到的都是切板 就是我们就是工作前端啊 然后做专案 所以就是CSS通常是拿来做切板的工具 但其实CSS除了切板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有趣的东西可以做 像是 这边都是我的作品 像是 嗯 它可以做动画 然后可以做一般的CSS绘图 我讲的CSS绘图是纯CSS哦 就是你用DIV去把它拼成一个一个图像的那一种 就是跟SVG还有就是像 现在还有那个Canvas不太一样的东西 那其实CSS还可以做到3D 像下面这一个就是3D的Menu Bar 这个东西是会旋转的 但因为呃 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大概只能够先抓我们CSS绘图 还有动画的部分做一些小小的介绍 那 很多人会问说 为什么要用CSS绘图 那我觉得透过CSS绘图 其实可以练习物件的定位 DIV的形状控制 还有怎么规划HTML的结构 因为像我自己是 呃 我不是本科系出身的人 我是 原本是 呃 大学念的就是设计师 那所以 毕业之后想要成为工程师 可是 我不知道现场 有没有就是工程师想要 呃 有没有设计师想要转职工程师的 就是一开始设计师 就是会想要做一些很 很漂亮的东西 然后大家在做的时候 就会想说 嗯 但是我一直在做一般的切板 会觉得很无聊 然后就会想说 啊 我可以去做一些比较有趣的东西 去培养这个 培养这一项技能 那我选的方式就是 我选择用画画的方式去做这件事 那 一般讲到CSS 绘图的时候 都会想说 就是兴趣导向的东西 但它其实里面包含的 内涵其实还蛮多的 像 这是我画的一只猫咪 就是 就是因为我之前是 呃 我前公司的猫咪 它就是长这个样子 它叫学妹 然后它有一个小领巾 那 在画这只猫的时候 其实要思考的事情是 像我自己的制图步骤 我可能就会先手绘出这只猫咪来 然后我在画猫咪的时候 我就会想说 欸 猫咪的眼睛 嘴巴 跟鼻子 它其实是在脸的 在脸中间的物件 所以我应该要依照脸的位置 去决定它的尺寸 或者是它定位 要在哪里 所以这时候 我在HTML里面包的时候 我就会想说 哦 我的头里面要包含了 耳朵啊 眼睛跟鼻子的部分 那领巾啊 还有它的手 甚至是它的尾巴的部分 我就会把它包在身体里面 那这部分 其实也会跟我们在切板的时候 有一点点关系 像是你有时候做menu bar 就是之前很多人会分享说 就是那一个 Hover过去menu bar之后 然后滑到下面的选单 就发现中间有断层 就是点不到 那这些东西其实就是 你在思考要怎么样去切这个板的时候 就有点像是 就有点像是你在思考说 我要怎么样画这一张图 就是什么东西 应该要在什么地方 才可以让大家碰得到它 或者是说知道说 这个东西是一个群组 这件事情除了是 我们自己在 我们自己在写的时候 后面在co-review的时候 会比较好统整之外 会比较好整理 因为你知道说 这个表单所有的元件 都会在这东西下面 那同时在 seo也会有一点点帮助 就是知道说 比如说我们的表单 就是有下面就是会有li 这就是一组的东西的这种感觉 对 那画图也是一样 所以它是一个 可以透过图像去练习 要怎么样把东西群组 就是对 有点像我们在做photoshop 或是以拉这样子 我们会把东西群组化之后 去决定分层 就是什么东西应该要放在谁的下面 什么东西应该要放在谁的下面 这样 那其实这只猫呢 在还没有套css之前 长的是这个样子 它其实就是 纯html结构的状态下 它其实就是一个 各种不同大小的方块的div 那所以我们需要透过css 去把它美化成刚刚那只猫的样子 像这是猫咪的眼睛 猫咪的眼睛 其实就是透过三个不同的圆形去组成的 所以我们会 就是会有像这样子css的 扣在这边 然后这个东西只是完成了一个眼睛而已 所以就是这整只猫 整个就是一个一个像这样子去拼凑出来的东西 那 接下来我们先稍微介绍一下css绘图的概念 那css最基本 其实它真的很简单 因为就我就说它其实就是在练切板嘛 所以切板这件事情大部分就是div跟定位 那div这件事情在切板的时候 可能不只是指div 它可能就是会有各种tag h1 h2啊或者是什么的 就是你要符合你的使用情境的tag 但在绘图的时候 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是用空的div去包这东西 所以我这边就统称就是我们用div去做这件事情 那div的变形加上position的移位 就会完成我们现在的图像 像是 我会说它其实就像是拼拼图一样 就是div其实就像是我们要拼到画面上的拼图 所以我们要把div把它塑造成就是我们想要的形状 我这边先简单的介绍几个我们比较常用到的形状 像是 诶等一下 它会挡住我 最一 呃 最常大家最常见到的形状 其实应该是方形跟矩形 这件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 稍微看一下 也就是我们平常在用的div 其实就已经是方形跟矩形了 所以假设说我今天想要一个矩形 它是可能宽100高50的矩形 那我就直接宽100 然后高50 然后这时候直接把它填色 其实就会可以 其实就可以得到我们的矩形了 我这样字会太小吗 你们这样字看得到吗 可以齁 好 那我继续 那就是更简单的就是 那正方形的话 假设我今天要一个宽100的正方形 那我们应该要输入什么 正方形哦 你们帮我回答一下 有人知道 对 对 就是超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宽100高100的话 我就可以得到一个正方形 那 假设我今天要一个圆形 圆形就是 只要加一个border radius 然后 然后因为它是100乘100 所以正圆形的话 圆角矩形应该是50pixel 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正圆形 那可以用50pixel 或者是你也可以用50% 都可以 假设你今天是正圆的状态下 那 我想知道 这边有人知道border radius 它的属性其实可以到四个值的这件事吗 就是因为我们平常在写圆形的时候 可能就都会只用到一个值 但其实border radius 是可以用到四个值的 好 哦 然后大家都知道 那我要直接开始介绍哦 知道了很少用 好 你在CSS绘图里面会非常常用到这件事情 因为我还是稍微讲一下好了 就是border radius 其实它是 看它最多是 最多其实可以到八个值 但我们今天先介绍到四个值就好 就是它其实可以带 第一个值 这个在左上角的部分 会先带第一个值 然后再来是右上角 第二个值 然后再来是右下角 第三个值 第四个角是右 就是在左下角的部分 那 对就是像老先生这样的 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 顺时钟旋转 那八个值的话就是不太一样 八个值的话是 把每一个角要拆成两个值去做 那我再来是稍微解释一下下就是 border radius它的圆角的原理 border radius的10px指的 其实是 从角角到角角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你们看得到我的滑数吗 滑数应该有显示 就是滑数的左上角这里 这个点啊 到我们现在这边连接的这个地方 它现在其实是距离10px的距离 这是10px的意思 就是 这里10px 这里也10px 这是圆角的意思 所以你看 假设我第二个值今天设定20px 然后第三个是30px 第四个值是40px 的话 它这边长的就会是 左上角这边的这个顶点到这里 第一个角嘛 我们刚刚说是顺时钟 第一个角它是10px 第二个角它是20px 所以是这个点 右上角的这个点 可以往左边跟往下面 20 然后30就是这边到这边30 然后40就是这边到这边40 那假设我今天 只输入了 两个数字 就是 10px跟20px的话 你们觉得这个图会长怎样 我们刚刚有说了一个数字跟四个数字 不是上下 它是 它会变成是 第一个角 对对角对 就是对角 它会是对角吃一样的 就是第一个值会吃的 是对角这个值 所以现在30px的地方会变成10px 然后20px会对到这里 所以40这里 会变成20 我们把它拔掉看看 有没有 它就会吃到对角的属性 所以我们是第三个值的话呢 就会变成是这个角变得不一样 但是因为第四个角 我们没有给值 所以第四个角 一样会吃它对角的属性 所以我们这时候加一个30px的话 它就会长这个样子 就是 这边变成30 可是这里一样不动 因为我们没有第四个属性 好 那我现在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假设我今天想要画一个 半圆形 那这个半圆形要长的 它的高度是50px 宽度是100px 那我的Border Radius要怎么写 半圆形 就只有一个50吗 看一下喔 我刚刚说宽度100嘛 然后高度50 好看我们的Border Radius是要怎么写 只有一个50的话不是对的 因为只有一个50的话 它会变成这样 它会变成这样 对 Border Radius是5050 好 00 有没有 因为从这里到这里 第一个圆角 它是50 第二个角也是50 所以第一个值是50 第二个角是50 那第三个跟第四个都要维持0 那假设我今天是一个50乘以 100乘以100好了 100乘以100的四分之一圆呢 100乘以100 然后我要它是一个四分之一圆 对 就是这样 100 这样 就会完成四分之一圆 那 这个是一个比较基本的 就是我们常会在CSS绘图上 使用到的 绘图技巧 因为基本圆形 基本图形 其实大部分就都是 由方形啊 圆形去组出来的 所以 我们 先介绍到这 因为后面还要接受东西 我怕来不及 所以我们 一般来讲就是 第一个会先学到的是 CSS要怎么样透过我们的属性去控制我们的DIV的变形 那我们学会了变形之后 我们要开始决定说 我们这些图形要怎么移动到我们想要移动的位置去 这件事情就会很像我们在切板的时候做编排 就是我们可能会排说 我们的选单要靠左啊 这个东西要扶在右边啊 然后什么东西要做在哪里的那种感觉 那一样只是它现在是用在绘图上面 所以我们今天一样来做一个例子好了 我们用刚刚学到的圆形 我们今天要画出一个像这样子的云朵来 这样子的云朵它在拆解过后 其实就只是这样子的五颗圆形 所以它其实透过同样的甜色 然后加上基础的形状 然后就是把它假装成很像是连在一块的东西 但它其实只是五个不同的圆形 好我在这边示范一下这个图形要怎么画 假设我们今天需要 我们刚刚说了云朵要五个嘛 所以五个云朵 我们给它们不同的ID 那因为这五个东西都是圆形的 所以我们先把共同属性拆出来 它们都是我来设定一下宽100到100 然后都是圆形 就是我刚刚讲的嘛 然后我们让它五十 让它填色 一样填黑色就好 然后因为我们要让它所有的圆形 都可以是自主 自主移动的 所以这一些东西 我们先把它 position都会是absolute 然后因为我们现在 它现在挡在我们要绘图的部分 所以我先把它们全部都往下移 然后我们把我们要画的东西往上抓 所以我们先从C1开始 C1我们先画 左上角的这一颗圆圈 然后我给它右边 距离右边30px的位置 然后它距离顶部没有变 先把它拉上来 然后我们接下来控制 第二个圆形 第二个圆形我们来画它旁边的这一颗 所以它会比我们第一颗还要再更右边 然后会稍微往下一点点 所以我们给它 左边80 然后高度10 它就会移到它应该要去的位置 然后第三颗 来做左边这一颗 左边这一颗它是在最前面 所以我们的 C3 我们的左侧就让它是0 然后我们的上面让它距离40 就慢慢把它移过去 它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 但是需要耐心去测的东西 好,再来是画下面这一颗 下面这一颗的话 是距离右边50 然后距离上面是70 然后距离上面是70 距离左边最后一颗 距离左边100 然后距离上面50 其实透过圆形 就可以完成很多不同的形状 那假设说今天我们有做动画需求 我们希望这一些 我们希望这一些 这一朵云 可能我们可能会要做动画之类的 会希望它可以一起 一起往左移 一起往右移 但是我们现在这样子 因为所有的circle它都是分开 它没有包在一个群组下面 所以假设我们今天有的动画需求 是我希望它整朵云可以一起飘过 那我可能就会在外面再包一个 比较大的 在外面 这时候如果我需要调整的话 我只需要 这样子 然后我让它 就说 它这样就会整朵云一起移动 那如果我做动画的话 我只需要 移动这一个区块 它就会往左往右飘 或者是做你们想要做的变化 会太快吗 有跟上吗 因为我看不到你们的脸 我现在不知道我会不会讲太快 好 那如果有跟上的话 那我继续哦 那现在讲的其实都只是 我们讲到可能用BIV的圆形啊 或者是方形 就是用组合形状 加上Position去调整 但其实如果我们对CSS 更熟练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更多其他的属性 一起加进来 像是 我们可能会用到 Transform的属性 Transform的属性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 Transform可以让物件旋转 变形 然后或者是放大缩小之类的 那这些东西其实在CSS 绘图上面也很常用到 像我们刚刚讲的 方形加上圆形 那其实就是 一样是半圆形的画法 只是我们上面的Border Radius 把它设的比较小一点 所以它就会看成像这个样子 那Rotate 就是两边各自转不同的方向之后 它其实就可以合成一个爱心的形状 你看像它拆解之后 就会是这个样子 一个爱心 然后这边其实就是两个不同的形状 就叠在一起 然后就可以完成的东西 那接下来 因为后面我想要介绍的东西 后面的范例比较难一点点 所以我们继续往下讲 接下来我们要先介绍动画的部分 动画的部分其实就是 刚刚前面有人讲到 就是Transition是他们比较常用到的 那其实动画有两个比较常用到的属性 一个是Transition 一个是Animation 那通常我个人的话 在做Transition 比较常用到的时候是 假设我今天跟这个动画要有互动 比如说使用者的滑鼠滑道的时候 或者是像我们很常在做checkbox之类的东西 就是它可能是当它被click之后 然后它会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有一些表单 他们做的比较可爱一点 像是我这边其实有 之前有做过一个 类似的 也是checkbox下去做的东西 我找一下 我先没有把它拉出来 也是云朵的一个设计 像它这个 这个其实也是用Transition下去做 然后它是 它其实是很多个checkbox 所以当我的checkbox被check的时候 我点它 它就会变成不同的样式 这东西其实就是结合了 CSS绘图跟就是checkbox 还有动画下去做的东西 那其实像这类的东西 你们就可以在你们的专题作业上面想说 假设我今天想要做一样的表单 我是不是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下去表现 那checkbox我今天有准备一些范例 那因为我不太确定说 是不是所有同学都对 动画属性这么的熟悉 所以我有稍微 简介了一下就是 这些属性的属性值要怎么写 那第一个是Transition Transition的话 它后面带的值 第一个代表的是我们要改变的属性 然后再来是它要维持多久时间 就是它播放这个动画的时间 要多长 接下来是它延迟的时间 还有加减速 以下面的这个例子来讲 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做Transition动画的时候 假设我现在有一个方形 然后它要变成黄色 然后变成长的 变成长方形 从正方形变成长方形 但我希望它可以先改变颜色 之后再改变它的宽度 那这样子的话我其实可以用这样的写法 就一样是Transition 但我先指定 像我这边的例子是 我先变化它的高度 那这个高度的变化呢 它需要一秒的时间 让它做变化 然后它是线性的 线性的意思就是 加减速 线性的话就是完全没有 也没有 没有加减速 像这个网站这样 我们来看下面这个蓝色的这个地方 这个现在就是Linear的状态 假设我在动的时候 它会是完全没有加减速的动 上面这个是有加减速的状态 所以会感觉它好像有一点点 加速然后减速这样子 大家可以来就是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其实还蛮 还蛮多前端都有在使用 就是如果我们在做动画的话 它除了这边是我们比较常用的 假设我们最后在Transition的时候 属性后面加Linear的话 它会是这个效果 然后或者是Ething is out 之类的这些效果 这些是系统预设的 但有一些人他们可能 会想要有自己的效果 像他们可能想要做一些物理效果 想要弹跳感比较重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拉这一边 然后拉完之后 上面的Preview这边可以看到说 这个效果出来会长什么样子 那你觉得说这个效果你有喜欢 那你就把这一段直接Copy Copy完之后贴到你的Transition的后面 就是同一个属性值的位置 它就会照你的那个 加减速的曲线去跑你的动画 那我们刚刚讲到说 假设我们今天需要两个动画 在同一个时间做 但是我希望某一个部分先完成之后 才进到下一个部分的话 那我就会用逗号在中间连结 但是要自己算 就是你看我高度 跑了一秒之后 它是线性的跑 然后它的宽度才变 那宽度变的时候 我不要它在高度变的时候 就跟着改变 所以我要让它先延迟一秒 因为我们刚刚讲延迟时间 是在时间的后面嘛 所以它延迟了一秒之后 用0.5秒的速度去跑完 剩下的宽度变化的动作 那大部分我们最常在网页切板上 使用到的其实是下面这一个 就是因为我们通常 使用者不会有这么多 不会有这么长的时间 把滑速都hover在同一个东西上面 所以我们通常会希望 它们所有的变化都是一起变完的 那我又不想要就是 高度又设定一次 宽度又设定一次 颜色又设定一次 这样就很麻烦 所以在这边我们只需要设定一个 就表示关于这个物件 它所有的变化 都要在一秒之内跑完 那跑完的方式 是用线性的动画跑完 可以吗 这样我跟上吗 好哦 那Transition的部分呢 我想要带大家做一个这样的小例子 就是我们今天想要画一个小月亮 那当这个月亮被hover的时候 它会转一圈 然后变成不同的颜色 而且它上面的 洞也会跟着 从圆形变成有一点点 椭圆形的感觉 我们来试试看这个 我们来试试看这个 我的问答一直跑出来 那在开始之前我们一样先来 拆解一下这个图 假设我们今天不看不看这边的孔 先不要看我原本的东西怎么写的 可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图 我们第一个要想的事情是 我们要透过几个DIV来执行它 像这边我就会知道说 我有一个触碰范围 触碰范围是这整个 后面的椭圆形 都是我的触碰范围 所以我一定会有一个触碰范围 它包着我的月球 那这个月球要怎么画 这个月球 会有一个 身为它星球的本体的这个圆形 然后还有它上面有三个小伤疤 所以总共会是一个两个三个 四个 月球本身会有四个DIV去执行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 就可以先把最外面的 我们先把最外面的画出来 这是我们最外面的感应区域 然后感应区域下面它会有一颗星星 那这个星星呢 它有三个伤疤 那这三个伤疤呢 它是隶属在星星下面的 因为我们希望这个月球移动的时候 这三个伤疤会跟着一起移动 所以我就会把它包在下面 就是潮状结构嘛 就是你看星星是包在我们整个感应区下面的 那伤疤呢它是属于星星的 所以我们会在下面有三个点 然后我们一样给它 不同的 不同的ID 这样子 然后我们先从外面的感应区域来画 我希望它是一个 等一下 像这样子 我先设定我们的整个 这整个触碰区域 这整个触碰区域它是250乘100 所以 一样250乘100 然后我希望它中间 就是它跟星球中间 我希望有一点点缝隙 像这样子 会有一点点 padding 所以我给它 padding 5pixel 这 padding 因为其实 如果我们在做网页切板的时候 可能会比较常用这东西 虽然说在这边其实 因为大家都是 所有的物件都是 absolute 所以 padding 其实可能 没有这么大的效果 但是因为我个人习惯 还是把就是检距的部分 会用检距的数字去设定 那你如果直接把宽高 直接写成就是 255乘以105也是可以的 对 然后它是一个 有个有1pixel的线条的按钮 我先把先这样就好 然后我希望它的位置可以自中 对 月球 月球跟星星 因为我其实一开始是想要画星星 但我后来觉得它长得很像月球 所以我就说它是月球 你知道画画这种事情就是 你要说它是什么 它就可以是什么的东西 嗯 嗯 嗯 你要让它自中 嗯 嗯 这样 我没有 没有封号 对 然后让它自中 好自中之后呢 因为我们要做像这样子的用户的形状给它 所以我们一样要给它Border Radios Border Radios是55 就完成像这样子的形状 那接下来要进到我们 月球的部分 为什么是55 嗯 因为我们一般在做 嗯 我想一下 我们刚刚有先做了高度是100 对不对 但是因为高度100的这件事情 其实 它是不包含我们的padding 或是merging 假设 我知道 有些同学在切板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就是你设定了一个 宽高是100乘100的 矩形 但是当你加上padding之后 它就会爆版 原因是因为 其实我们的宽高 是不包含padding 跟merging的宽高的 就是 我想一下 解释一下这件事情 就是 就是 我今天Div 如果只有设定它 高100 换100 好 这时候 它会停到这边来 会变成像这样子的 椭圆形 所以我们要维持这个圆形 的话 我们就要直接设定pixel值给它 因为它的percent 其实 嗯 我们刚刚讲的 它的percent 其实也是有一点 像是 这边是 1 这边是 呃 这边是0 然后这边是100 以左上角来讲的话 那就是 0到100%是这里 可是它的高度 其实是0到100 有理解我的意思吗 我这样讲会有点抽象 position 用absolute 加merging position 用absolute 加merging 什么意思 等一下我看不太懂这个问题 哦 哦 有 呃 因为absolute 就是 应该说 不同的定位方式 会决定 对 假如我现在merging 拿掉的话 就不会自中了 就是 呃 不同的 不同的 定位方式 它会有不同的自中方法 像如果你今天是用flex的话 flex的自中方式就不会是像这样子 就是用上下左右下去跑 通常这个东西我只会用在 呃 absolute属性的物件上面 那其他物件的属性也是可以 可是呃 那 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东西可能就会变成没有办法上下自中 它只能够左右自中 所以这是 就是 可以 因为我今天是很难不及讲自中的问题 对 你就先 先记得这个 那 另一个比较常用的就是 假设你今天是用display做排版 像有些人是用display inline inline block 的这件事情的话 那 可能display inline block 我就是要用take the line center 下去做自中 所以主要是看说你今天的排版方式 你今天选了一个主轴 我今天是要用position下去排版 还是我今天是要用display下去排版 那不同的方式会选择不同的 嗯 属性值去做设定 我先进去哦 不然我怕会来不及 那 所以border radius 55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画星星的部分 就是月亮的部分 那 月亮的部分呢 它是一个宽高 都是100的星球 然后我们给它背景 背景是 51179 然后我们要设定一下它的 一样要让它是圆形 这个地方就可以用50%了 因为这个地方它是正圆形 所以没有关系 那 我们 一样它的position 因为我们之后要让它移动嘛 从左边移动到右边来 所以它的position 一样要是absolute 然后要保险一点 所以我一样让它距离上面跟距离下面都是5pixel 因为这中间的这个间距是5pixel嘛 好 然后我来画里面的三个点点 我先把点点的共通元素猜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共通元素就是它们都是圆形 然后它们其实都是黑色 那它们看起来会不同不同颜色的原因 是因为我是用那个不透明度 就是opacity下去调整 那不同的不透明度看起来的颜色 因为它们的灰界就会变得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先把共通元素猜出来 共通元素就是它们都是圆形的 然后 它们都是 position都是 诶等一下我想一下 原本这样猜 因为后来会变成方形 好我们先不猜圆形的这件事情 因为它的boulder radius会变不一样 所以它就是都是黑色的 然后因为它们都是需要自己各自去定位的 所以我们先把 黑色跟各自定位 所以position is absolute 这件事情 拆到共用元素里面 但你也可以在变化的时候 变想这件事情 就是哪一些东西 假设说你这三个class 都写了一次之后 你发现这三个东西根本就是共用的 你也可以回过头来 变成把这三个东西 拆回来放到一个共通的class下面去 所以它们都是 自由移动的 然后它们的颜色都是黑色的 然后我们来分别设定一下它们 第一个点点它比较大 第一个点点是这一个 就是上面这一个 比较大的这一颗 左上角的这一颗 所以它比较大 而且它不透明度比较浅一点点 所以我们先设定它是20x20 然后它现在是 20x20的话一半是10pixel 然后我要它的透明度是0.2 然后我希望它的位置是距离上面20 距离左边也是20 那这边其实 CSS比较常让人家弄混 或者是说很常跑板的原因是因为 大家可能对absolute这个属性 不是那么的熟悉 假设说我今天这个start的部分 外面这个月亮的部分 假设我今天没有设定它的position 是absolute的话 把start的absolute先mark起来 有没有发现 点点的位置有稍微往左上偏一点 它没有就是在我们应该要放的地方 那原因是因为 假设今天我们设定了一个物件它的position 那要设定它的absolute的话 absolute它看的是它的副层 长什么样子 以这个星星为例 它现在 这个方块 应该是 这个 这个黄色方块 应该是它副层的距离 的位置才对 因为点点在这里嘛 星星在这里 星星应该要是它的副层 但它发现 星星没有被设定position的话 假设今天没有设定position的状态下 所有的 物件 它们预设的position 都是static 那static的状态 position就会假装没有看到它 直接在往上找 所以它现在找到的是outside 因为我们现在outside这边有设定 position 是absolute 那假设我这个absolute 再拿掉的话 它就会往外找 它会直接找到body 所以 假设说今天我们要做一个 网站的话 我们一定要记得 就是 一定要设定 至少 因为有些人都说 可是我position 没有要用absolute 我的副层 它就不是一个会 自己移动的东西 我希望它是固定在那里 会跟着我们文字 撰写 往外推 或者是往内说的东西的话 那 记得要把副层 至少设定成related 不管是怎么样 就是static以外的属性值 absolute 才会去吃到 所以这件事情要稍微提醒大家 不然很多人跑板都会想说怎么了 但其实就是少了这个小小的步骤而已 那 所以我们在这边 希望点点它是跟随着星星走 所以我们才会把它放在里面吗 它才会是跟着它的副层移动 对 所以我们接下来 第二个点点 第二个点点我希望它是10乘10 然后 Fold the Radius Pixel 然后我希望它可以升一点点 所以给它0.3好了 然后 距离上面跟 这边都给它40 然后第三个点点 希望它是6乘6 然后 希望它的透明度可以再深一点点 所以我给它0.4 距离上面是48 左边是20 像这样子 那我们这边会选用 Pixel下去做Border Radius的原因 是因为 你们看哦 如果我今天用Percent的话 那我在旋转的时候 它没有办法维持像这样子的Border Radius 因为它其实只有宽度拉长而已 它并没有整个宽高都一起变 它就会变成椭圆形的点点 但我不希望它这样 我希望它可以维持它的圆角 只是宽度看起来变长而已 所以这边我就会用Pixel下去做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希望它不管怎么样 看起来都会是一个圆角 会是一个椭圆形的话 那你就可以直接用50%下去做 好 我们已经画完了一个星球的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我们要让它在Hover之后旋转 这边转一圈到这边来停住 然后同时要变成另一个不同的颜色 所以我们先做假设我们的 假设我们的外面 在Hover的时候 在它下面的星星 它要第一个是背景颜色要变色 现在就已经有变色了 然后要变色之后 然后我希望它同时 就是要往左边移过来 所以它的左边要从原本的5 移动到155的地方 这样 它就有移动过去 然后同时我希望它可以像这样子 就是像这样有转一圈的效果 所以它其实在Transform 是有rotate 转了360度 但现在看不出来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动画 所以看起来就是从0 转到360 看起来也是0到0的感觉 所以我们这时候要帮它们加上Transition 那Transition我会加在星星的部分 因为 加在星星 的话 就是星星本人之外 包含它下面的东西 都会跟着变化 所以我们先加星星 看一下 我们让它 全部变化 然后花5秒钟的 0.5秒的时间变化 它就有转一圈的效果 好吗 好吗 我们还需要里面的点点也可以跟着缩放 所以里面的点点 宽度会变得不一样 这边让我用复制的 然后我hover的时候 它下面的 第一个点点 会变成宽度 15 然后第二个点点的宽度会变成15 第三个点点的部分呢 则会变成12 那当我在旋转的时候 里面的点点 因为是紫层 所以 包含斯大 往下的所有只要有变化的东西 因为我们是用O 我们的O 都会用0.5秒的速度做转变 那有些人会弄不太清楚 就是我的transition 会放在哪个地方 那有两种地方可以放 第一种是 我今天是hover之后 它变形 所以 可能 在transition 我现在放的地方是 整个 没有hover的地方 就已经放了 所以我如果把它放在hover之后的start的话 大家看看会长怎样 然后我们把上面的这一个 拔掉 它会变的就是 只有我hover的时候还有动画 但当我没有hover的时候 它就会跳回来 有没有 所以我可以选择说 假设我今天在 进去hover的时候 我要让它的动画是变颜色 然后 初hover的时候 我不要 我不要做颜色的补件动画 我只要做 就是left的补件动画 那我可以这样写 就是我transition在外面 只有left改变 然后 当我hover的时候 我只要它的 背景改变就好 有没有 所以我进来的时候 我只有背景颜色改变了 但当我离开的时候 它只有 左边的这个属性 left的这个属性 有帮我做补件动画 就可以用这样子去玩一些不同的hover动画 或者是一些active的效果之类的 然后 啊9点了 我还有animation没有讲 那 让我加速一下哦 所以成绩部分呢 大家在互动的时候就可以有一些 这些东西可以下去 下去 下去讲 那在animation的部分呢 就是animation的 东西 我要抄袭一下哦 大家抱歉哦 晚一点再吃饭等我一下 那animation的部分呢 其实有一些人可能有做过影片 或者是他们可能是设计示范看 大概会有一点点 呃概念 12点不行啊 我没有这么多东西可以讲到12点 大家冷静 那animation的话 大家可以想像就是我们在做动画的时候 会有一个 时间轴 通常会有一个时间轴 那我们要做动画的时候 会用各种不同的关键影格 下去去 表示说我们从A点到B点 的差别在哪里 那假如我们有 今天有三个状态的话 就是说它一开始 前10秒变成红色 然后 再来第20秒的时候要变宽 然后在第30秒的时候要变成什么样子 这时候我们会用 关键影格 下去做 切成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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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做嘛 那其实在animation里面也是一样的概念 那这个DIV呢 是我们想要帮它套用动画的DIV 那它的语法是像这样 我们会有一个我们自己帮动画命名的名字 要取什么都可以ABCD都可以 但如果为了要后续maintain的话 大家要好好取名 对就是取一个适合的名字之后 然后我们给它一个动画播放的时间 总共是多少 多长就是几秒 跟我们刚刚transition的时间是一样的 那keyframe的话就是我们的时间轴 时间轴的keyframe 第一个地方放的就是跟我们要套进去的动画名 是一模一样的 等于我们先在这边把时间轴写好了之后 在我们需要使用这个时间轴的DIV上面 套上这个动画的名字 它就会自动去帮我们带这个动画进来 那keyframe的写法有两种 第一种是我们就是用from到to 就是从第一个状态进到第二个状态 开始跟结尾 但是这种状态通常是只有在 假设说我们一般loading动画 它就是从可能 你知道一直旋转一直旋转一直旋转 像我们现在要做的例子就是这样 它就像这样子 一直旋转一直旋转一直旋转 那它其实只需要设定0在这里 然后当它转到了360度的时候 会挺回原本的地方 那它又会开始重新repeat 影格第一个点的位置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去设定说 0%的时候是多少 然后第二个影格是多少 第三个影格是多少 就不需要这样设定 但假设说我们今天想要做的是一个 比较精细的动画 它可能在旋转的过程中 要做很多事啊 它可能还要就是边旋转 然后边变色 然后边做一些weboy的事情的话 那我们可能就会需要 0到100%的这一个写法下去写 它就是真的就会变得像我们的时间轴一样 就是你的第0个影格它讲什么样子 那最后结尾的影格是什么样子 那中间假设说 我今天希望动画播到一半的时候 它可以停在画面中 就是像我现在这边 假设我不要让它整个转弯 我想要让它停在这个画面中 停大概一下下 然后再往下继续走的话 那我可能就会用影格在中间 假设说40%到50%的时候 我就会让它定位在同个点 就表示它40到50的影格中间是没有动的 那过了第50个影格之后 它才会继续跑到100影格的形状 我先稍微示范一下 Front到2的写法 然后如果等下就是 这边讲完之后 你们又想要看看就是0到100的写法 后我们再来写 我先一样是 先稍微观察一下我们的这个地方 我们刚刚的那个控制区啊 其实就变大 它变成是一整个圆形 就是虽然说你现在这样看起来感觉很像是 就是这颗星球在绕着这个圆形转 那它其实就是 它其实是一个一直旋转的 我来看一下 它其实是外面一整个方形 都在旋转 稍微想一下 它其实就是一个视觉的小技巧而已 就是它并不是真的我让它 去绕着圆圈转了一整圈 它其实是我的外面这一圈转了一整圈 对 所以我们先画外面的 我们也用刚刚的 也用刚刚的这一个 然后我们把Hover的部分拿掉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要做这个动画了 我们星星一样留着 然后把Transition也拔掉 然后我们的外面稍微整形一下 看一下我这边是写多少 这边是300乘300 好 我们这边一样改300乘300 然后就不用Padding了 然后Fold Radius 把它改成50 没有就已经有我们刚刚那样的形状了 然后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要让它整个 整个圆圈可以 这样子转动 我们先写一个keyframe 就叫做ro就好 然后 它要从 原本 它原本是没有旋转的 所以原本是0 所以原本是0 然后变成 360 然后我们只要在外面这个区 加上animation 我们刚刚命名它叫ro 所以就用ro 然后我们让它 跑0.5秒 可以旋转完一次 就是有点快 可以慢一点 好 然后它只有跑一次 所以这时候我们需要 帮它加一个属性 叫infinite 就是会让它一直旋转一直旋转 现在是有加减速的状态 让它慢一点好了 它转太快 3秒好了 它现在是有加减速的状态 所以大家会看 因为我现在没有去设定它的 加减速嘛 那假设说我要让它 有一些动画我们会想要做这样 就是让它看起来 不要这么单一死半 但假设说 我们今天需要 让它是直线的 就是这样转转转 就像时钟一样 不要有lag停留的感觉的话 我们就再加linear给它 它就会变成是平的 那有一些同学 他们可能在做动画的时候 还会用到一个属性 就是除了0到100 然后他不想要0到100之后 又接到0 他可能会想要就是0到100 100到0 然后再0到100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还有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 这个属性是 因为我也不太会念 就是 你们帮我记一下 就是这个属性 它加上去之后 它就是会自动帮你做补件 然后它帮你做来回的补件 然后如果没有加的话 就是它就会是0到100 然后0到100 0到100这样一直下去 那我们今天要做 除了它在转之外 我们希望里面的小猩猩也跟着转 所以里面的小猩猩也要套 也要套rotate 然后这个地方 因为公转跟自转的速度 会不太一样 这地方其实就是 一点点小技巧 假设今天 你不想要写 太多 keyframe下去做 但你又希望他们看起来有一点点变化 因为你看像现在这边 感觉数据就都是一样的东西 就会知道说它是不是同一个 就会知道说它是套到同一个keyframe下去做的 但其实如果我们在这一边改成两秒 就跑完一次的话 它感觉转的速度就会比外面转的速度还要快 但其实我们套用的是同一个keyframe 这是一个小小的技巧 就是如果我们要做一些 可能画面的丰富度比较高 但没有这么多时间去写不同的动画的话 可以用一些秒差去做效果 对 那 接下来你们想要试试看 我想想看哦 试试看零到一百的写法好了 然后我把小星星的先拔掉 因为小星星动的话会有点影响 假设说我希望它今天转到一半的时候 会先停一下下 然后再继续转的话 那我其实可以这样写 就是假设说我在40影格的时候 我希望它跑到一半的时候 transform 会转到180度 然后在50%的时候 才开始从180度 转成360度 它就会像这样 停一下 然后再动 然后再停一下 然后再动 那 假设说今天有很多不同的属性的话 就是一样放在这里 除非说你有不同的 动画要套在不同的地方 那我们再采不同的keyframe下去写 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没有跟上 我怕我讲太快 行齁 好 看不到你们的脸 我有点慌 好我超时了10分钟 但今天的分享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然后这边是我的联络方式 就是你可以在median或者是copen 或者是Facebook上面找到我 然后反正都已经超时了 你们如果有问题 现在也可以问 哈哈哈哈哈哈 今天非常谢谢Kate老师来介绍 虽然说Kate老师有稍微吵死一下下 但是 呃还没12点 12点还很久欸 好 CSS绘图 网页效能会不会不好 我觉得要看 要看你的绘图有到 多少 因为假设说今天是一个很大的绘图 他可能用SBG或者是用Canvas画 可能会好一点点 但假设说是一个很小的东西 你可能不想要画到SBG 或者是也不需要 因为现在很多设计师他们要做网页 然后要做动画的话 他们会做一些比较浮夸的动画 那那些浮夸的动画 有一些可能透过GIF会比较好 但如果是你需要可以控制 假设说在loading 然后你希望它loading 可以变成不同的颜色 或者是说你希望说 今天使用者 他click了A Button 这个东西会变红色 click了Big Button 它会变成另一个颜色 那我其实只要 用CSS去控制DIV的颜色就可以了 我觉得是 看你在专案上面 对这东西的需求 有多少 这样 那 CSS加加HTML 我大部分是写SARS 大部分是 HTML加SARS切版 然后因为 如果是写Rails的话 可能就是也是会用Slim Slim Slim还蛮方便的 SARS还蛮好用的 就是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过 如果有用过的话 它真的就是可以少写很多行 对 而且SARS又有更多东西可以学 像是 像是变数啊 或是Random之类的 它把CSS弄得更像JS的感觉 就是 你可以做的事情会更多 虽然说现在 CSS原生就已经有支援 变数的这件事情了啦 对 但就是看大家 干案的需求 嗯 做CSS有遇到困难的地方吗 我觉得 CSS还好的原因是 我其实相较于 应该说我在 我在转前端的过程中 我觉得 JS对我来讲 比较难一点点 原因是因为JS有的时候出错 它不会告诉你发生什么事 就是一片安静 然后就是 你怎么点它都不理你 或者是它可能跳了错误讯息 但那个错误讯息 你看不懂 这也是有可能的 那CSS的话 我觉得会 比较 简单一点点的原因是因为 其实你如果真的有很认真的去 知道说每个CSS中间的原理 像是你知道说 Position跟Display排版的差别 那你可能稍微看了一下 就是虽然说都是爆版 但是它噴飞的位置 你大概知道说 它飞到那里 大概是因为 它的副层 对它做了什么事情 或者是大概是因为 它的什么属性 导致它现在飞到那边去 所以我觉得 CSS的困难点 相对来讲少一点 而且你会 比较知道说 往上一层查 一层一层一层查 你最终可以找到 问题在哪里 对大概是这样 好 好 今天非常谢谢Kate老师来介绍 那 那可以给老师一个掌声吗 好 那我们这边的掌声就是那个 百分比啪啪啪啪的意思 谢谢 其实Kate老师今天是第一次来直播 然后在会前一直在跟我讲说 有点紧张 因为看不到同学 我看不到大家的脸 我看不到大家的脸 老师讲的还蛮尽兴的啦 我觉得我讲的很快欸 因为我如果 现场看得到脸的话 我看到有人困惑 我可能会稍微就是 停顿 但我看不到大家的脸 我就会一直想说 我现在进去讲吗 还是 我现在停下来呢 看起来是蛮多同学都 都希望可以再许愿清老师来之后 好 好 这边的话我 下次我们有机会再邀请Kate老师 来做分其他的更多的分享 那我们今天 其他问答会也到这边结束咯 那么Kate老师晚安 各位同学晚安咯 谢谢大家 谢谢Ray 那我就要关闭会议咯 拜拜 拜拜